好,我們來看一下這題目 在水平面上有一個不可生長的細繩繞過定滑輪 那上面是質量M1跟M2 那上下兩個箱子 他說這個細繩跟滑輪間沒有摩擦,其細繩質量可以忽略 上下的動摩擦係數都是mu 下面的箱子受到水平拉力 兩箱不轉動,來不轉動畫起來 好,你看到不轉動 我們就要馬上反映 這個東西叫做合力矩為零 來不轉動 這個代表的意義就是 它的合力矩 必須要等於零 那再來他說這個均於等速度運動 等速度沒有加速度 那沒有加速度合力為零 沒有加速度合力為零 OK 那再來這個因為它是等速度 所以它們之間就是所有的接觸面都是產生相對滑動 相對滑動是動摩擦 那現在下力合者敘述正確 A他說 地面適於下鄉的正向力是 M1加M2 括號長距對不對 在牽扯方向 只有受到正向力還有重量 那總重量跟這個地板的正向力互相抗衡 所以這個 A 地板 的正向力是M1加M2 括號長距 正確 支撐總重量 那再來請看到B 適於下鄉的這個水平拉力 F等於這樣對不對 這個我們要來判斷一下 我是地板 我覺得這個M2向左洞 對不對 那不要讓它相對向左 給它摩擦力向右 那這個摩擦力我們就說μ乘上N 那N就是M1加M2括號乘上G 這可以吧 那再來 還有摩擦力 那這個摩擦力還有上面的動摩擦力 我今天如果我是M1 我覺得M2向哪 這個向左 這個向右 所以如果我是M1我覺得M2向左 我不要讓它向左 我給它動摩擦力向右 那這個動摩擦力 這兩個物體之間的動摩擦係數 乘上這邊的正向力 這邊正向力支撐M1的重量 那就是M1G OK 那還有什麼力呢 還有張力 這個張力的特色是雙頭拉 就像這樣子 雙頭拉 這兩個都是T 這個張力也是一樣 雙頭拉力 都是T OK 如果我們今天我看著M1 M1會受到 張力向右 讓它等速度向右 可是它們之間有摩擦力 所以 2覺得1向右 不要讓它向右 給它摩擦力向左 那這個摩擦力 也是動摩擦力 是μ乘上這邊的正向力 M1G 這可以吧 這個東西我們就說 如果我眼睛看著M1 那M1 它現在 它是等速度 等速度的話 那合力為0 合力為0的話 那T就會等於 μ乘上M1G 對不對 T等於μ乘上M1G 那我要算的是F 如果我要算的是F 那我就看M2 來我們眼睛看著M2 來我的眼睛看著 二 二瘦幾個粒 四個粒 來水平方向四個粒 那這水平方向四個粒你看喔 T向左的 要等於向右的 向左的 要等於向右的 向左的是F 等於向右的 T加T加T 那就是μ乘上M1G 加上T 再加上地板摩擦力 那其中這個T又等於誰 這個T 來看哪裡 這個T又等於μ乘上M1G 所以這兩個一樣 對不對 T 就會等於μ乘上M1G 那這邊有μ乘上M1G 所以你把它通通 提出來μ的話 來這個T你把它換成μ乘上M1G 那你把μ通通提出來的話 總共會有三個M1在裡面 再加一個M2 再括號乘上G 所以這個B選項呢 是正確的 再來請看到C 他說所有 作用在上香的水平力量 它的力矩為0對不對 這個是錯動 來你看一下 如果我的眼睛看著M1 這個M1它受到什麼力 它受到繩子張力 這個繩子張力這樣子拉 那有沒有拉在正中間我不知道 但是它是這樣子拉就對了 但是 摩擦力它是作用在底部 摩擦力它是作用在底部 底部 它就是μ乘上M1G 你看一下喔 這個合力矩有沒有等於0 沒有 你這樣子扯 它會想要順時針旋轉 所以呢 水平方向的力 會有順時針的力矩 水平方向的力 它會有順時針的力矩 所以呢 合力矩是不是0呢 不是0 這是錯的 好 再來請看到D 來大家說 作用在上香的牽制力 產生力矩 等於0 來 這個是 你看喔 它有受到什麼力呢 它受到重力 一定是作用在重型 一定是作用在重型 叫做M1G 那正向力 請注意喔 正向力可不可以作用在 這個正中間 不可以 因為如果作用在正中間 牽制方向和力矩等於0 對不對 牽制方向 同樣 你看喔 在同一條直線上 合力矩為0 那這個時候的水平 順時針力矩沒有人抵銷 所以呢我們正向力必須要中 偏 哪裡 必須要中偏右還是中偏 中偏左呢 必須要中偏右 正向力要中偏右 因為你看喔正向力中偏右 它跟這個重力 產生 這樣子啦 會產生 逆時針的力矩 逆時針的力矩 如果你覺得 如果你覺得很難判斷 你可以先規定一個支點來判斷一下 你看喔 如果我以這個為支點 重力沒有力矩 那摩擦力通過支點沒有力矩 可是張力這樣子拉 水平力量的力矩是順時針 那正向力你看喔 它沒有通過支點的話 正向力這樣子推 它會產生逆時針的力矩 那這個逆時針的力矩 才能抵消水平的合力矩 順時針 它才會合力矩為零 那全部的合力矩為零 這個東西才不會旋轉 好所以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D選項 他說 所有作用在上香的輕質 的力矩為零對不對 錯 力矩不是零 力矩要逆時針跟水平的順時針 力矩抵消 好所以 這個D也是錯的 好再來請看E選項 E選項他要問的是 這個支架的水平 力量叫F' 它一定小於F對不對 你看喔這個F' 它是幾個T 你分析滑輪 滑輪不會動 F'等於2T F'等於2T 那一個T是 μ1g 一個T是μ乘上m1g 所以F'就會等於 μ 等於 2μ 乘上m1g 那你看喔這個是 F 這個是F' 這個比較大 好所以我們就說 這個F' 一定是小於F 正確 好所以E是正確的 那其實還有一個看法這個看法可以這樣子看喔 如果你說等速度合力為0 那這個合力為0 就是執心受力為0 你也可以這樣子想 那執心受力為0就是整個全部一起看 那整個全部一起看的話如果你會執心的話你可以整個全部一起看 整個全部一起看這個時候誰是內力 張力是內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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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摩擦力變成內力 那水平方向合力為0的話 這個是F 這是F' 這個是地板摩擦 那它抵消F'再加地板摩擦 所以這個F一定比F'還要大 這樣知道喔 執心受力為0 那執心受力就是什麼 就是全部的合力 那全部的合力的話 這個加這個要頂下F 對不對 所以F'一定比F'還要小 也可以這樣子看 好所以本例答案是 A B 正確 讓你來看看 F' 好 謝謝